And the young man said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OK, so,好,那英文当中的这个作文呢 它就出在这个地方 第一条,第一句话往往是中心剧 就这篇文章又说什么 而最后一句话往往就是英文的最幽默的地方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 我从小到大看外国的电影最喜欢看结尾 一是喜欢看结尾那些人到底死了还是活了 第二个就是结尾的时候 它总是有一个这种unpected end 一种这个欲出乎意料之外的结尾在那等着你 对不对 所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之间一直都是直着下来的 只有英文到最后一句话变成了什么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什么叫private private是私人的不想与别人共享的 对不对 私人的不想与别人共同分享的 是吧 也就是概念就是 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 不想与别人分享 这里面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humor 现在告诉我这个幽默出在什么地方 这个幽默出在什么地方 那就证明了这个young man和young woman 他们在交谈的时候 然后这个young man之所以说 is my own is our private conversation 他的概念 他以为这个人想听谁的话 想听他们两个的话 而事实上这个前面这个作者 他说的是 I can hear a word 他只 hear a word of somebody 谁的话 actors 我一句话都听不见 他是指我没有一那个黑 那个上面的演员一句话 我都听不见 结果这个人一听 他以为说你们两个讲话 我一句话都听不见 所以他说的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那么跟你什么关系啊 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 所以我们以后 大家应该要学会 就是今天我们来回家 可以事先去看看 就是以后我们要上的课 每个最后一篇一句话 往往就是那篇文章最幽默的地方 所以中国人的幽默 跟外国人的幽默不一样 中国人的幽默 你看了之后当场就笑 外国人的幽默 你要想一想再笑 然后你越想越好笑 所以这个英国人的幽默 我们在世界上 称之为冷幽默 是非常不叫寒冷的幽默 就是他那个幽默 不会让你当场笑 笑完了之后就没了 对不对 他会让你越想越好笑 你看那个人真傻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 我想与他们的天气有关系 对不对 他们的幽默都会被冻结住了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 在这里面的第一课 然后我们来看 今天的key structures 关键句型 在说关键句型 当中我们来看 书上面会有这个 summary writing 再要写作 看到没有 再要写作 就是我们写作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写作的第一步 我们来看 他要求我们会怎么写 大家卖着心子来 他说 answer the questions not more than 55 words 他说用这个下面的这个答案 组成一个段落 不超过55个单词 事实上就是一共有8个问题 每个问题 你都要回答 但是这个回答 跟我们第一次回答就不要 第一次回答会说 do you like me 你喜欢我吗 你得回答yes or no 就可以对不对 但现在不行 现在因为你要是组成文章的 一定要把这句话回答全 不光说yes 而且还是说 yes I like you no I don't like you 一定要是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我们的写作当中的第一步 从完整的句子开始写习 就是你能够把每个句子都说得很完整 有读语 有位语 有避语 对不对 那么到底一个完整的句子必须具备什么的 一个完整的句子要具备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的关键句型的内容 我们来看 关键句型当中说 word order in single statement 简单陈述句的语序 那么一说起陈述句 大家都会知道 打问号的叫陈述句吗 打感叹号的叫陈述句吗 也不叫 没有主语的叫陈述句吗 那叫起始句 对不对 没有主语的直接说go out 那叫起始句 所以我们说 陈述句就一定是 有主语 有动词 有编语 有句号 那就是这个概念 就叫陈述句 那么它的位置怎么放呢 今天说的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想turn to next page 翻到我们的page 14 第14页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这里面跟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能够看到 一个句子当中的第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那个方框里面 那个表格里面是第一个 上面标着一的地方 上面标着一上面写着什么 是who which what 市场就告诉你标着一的地方 它就是什么语 主语 主语往往指什么呢 who人 which是what也是事情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那主语一般往往是表示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或者一个物 对不对 那么一般是有什么词构成 名词或者是代词 好 第二个位置是什么 第二个位置它用的是action 什么叫action action实际上就是动作 action就是动作 那动作一般是有什么词 名词能处当动作吗 不能 一般都是动词 对不对 所以那么我们往往称之为 主语后面的这个动词 称之为什么动词 谓语动词 不叫主动词 叫谓语动词 那市场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看谓语 是动词充当的 叫谓语动词 nenom three 好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它又出现了什么 who which what 那又跟这么一个东西一样了 又是名词和什么词 代词 但是这一次我们说 在谓语的前面的叫主语 在谓语后面的叫什么语 宾语 好 那么也就是我们先说主语 再说动词 再说谓语 所以什么 我喜欢他 好 那么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上面他写了一个how how是什么呢 how一定要记好了 how是对于负词和雄词提问的 所以一般我们认为是一个负词 或者是一个借词短语 负词或者是借词短语 是对于一种什么提问 方式提问的 how是怎么样嘛 对不对 对于一种方式或者是状态提问的 那么方式和状态提问往往做什么语呢 做状语 表示方式状语或者是状态的状语 比方怎么说 我喜欢他 我怎么喜欢他 我非常喜欢他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他非常就是修饰这个 就是表示一种状态 对不对 我喜欢他的程度吧 那我就会说 I like her very much 对不对 I like her very much 好 再来看我们的第五个 第五个他用了一个where where不用说大家都会明白 叫什么 叫地点 那么是地点状语 表示地点的 然后再来看第六个 第六个是什么 when 是时间 而且我们的第六个居然有两个位置 一个在后 一个在什么 最前面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间这个状语 可以放在聚首 可以放在聚末 就是这个概念 对不对 好 那因此我就会说 去年我在北京的时候 很喜欢那个女孩子 现在大家能够告诉我怎么说吗 去年我在北京很喜欢那女孩子 我会说 I like the girl very much in Beijing last year last year 对不对 那我就按照这个顺序 然后我就会摆下来 把它摆下来 或者说成 last year I like the girl very much in Beijing 是吗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所表达的这个方式 好 那到这为止 那么我们今天就会 就会说一个句子正常的表达方式会有 我们今天要记住有两个句 第一 简单陈述句当中一定不能少的有两个 一定不能少的 就是一个句子当中一定就要具备的东西 一定不能少的是主位 如果你想让这个句子更长 那好 你可以加冰语 你可以加壮语 你可以加地点 你可以加时间 你可以让这个句子无限时的往下长 好 那么正因为如此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一下 底下他又这么说 他说让你怎么样 用这个表格 然后来完全底下的这个句子 一共有18句话 18句话我们不可能一句一句的做 对不对 我们挑几个出来做好不好 我们挑一个最短的 第六题 挑一个最短的第六题 看到了没有 好 一个叫immediately 一看到AY是什么词 副词 那肯定是壮语 对吗 再来看我们说left是什么词 动词 再来看到一个he 是名词 那我想一句话 拆开头是什么 主语 那就是he 然后到动词 left 然后再到副词 immediately 这句话就变为了 he left immediately 好 这是最短的句子 然后我们来看最长的句子 最长的你认为哪个最长 好 第13个是不是 你认为第13个最长 那下面我们就把第13个一起来找一下 13叫the little boy an apple this morning eight greedily 一看到这个greedily 我就高兴了 因为它是副词 再来看到in the kitchen 是什么 地点 好 那么现在我就会找哪个作为主语呢 是boy做主语 还是apple做主语 我就要找动词 动词是今天动词是哪个 ate 是ate ate 是吃对不对 现在是孩子吃苹果 还是苹果吃孩子 那很明显是孩子吃苹果 那主语就必然会是什么 对呀 所以我们会说 英语跟汉语 其实很像啊 你看他也是主语 就是孩子是主语 那我就会说 the little boy ate 吃什么 吃苹果 ate an apple 怎么样吃苹果 方式 greedily 很贪婪的吃苹果 什么地点 in the kitchen 什么时间 this morning 好 把它连在一块就变为了 the little boy ate an apple ate an apple 为什么要把greedily 跟那个 把an apple 放在greedily 跟ate之间呢 因为你看嘛 宾语 动词跟副词之间 是宾语嘛 是不是 那我就会说 那个人 吃什么 苹果 怎么样吃 greedily greedily 所以我就会说 eat an apple greedily 地点 in the kitchen 时间 this morning 好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比较长的 就是第四句话 对不对 好 第四句话 我们也来做一做 叫games played yes 首先我们是游戏玩 还是玩游戏 肯定是 玩的是什么 游戏 那肯定是 gameplayed 还是played game played game 好 那我现在再找一个主语就可以了 谁玩游戏 children 所以那我就会说 the children play the games 怎么样玩 quickly quietly 安静的 安静的 quietly 好 是方式 对不对 然后再加地点 in the room 然后再加时间 yesterday 连在一起就变为了 the children played games quietly in the room yesterday 所以昨天那个孩子在房间里面安静的玩游戏 就是这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现在暂着面 我们到 到这儿为止 我们就会说的是 呃 有主语 然后到动词 然后再到冰语 然后再到状语 然后这个状语放在最前面的是什么状语 是这种副词 方式状语啊 状态 表示状态的这种状语 表示程度的这种状语 然后到了 下面是地点 然后是时间 我们在这边要求 第一个要注意好的是 逐语跟动词不能少 第二个呢 是时间跟地点怎么放 如果时间跟地点连在一块 一定是先放地点 再放时间 但是如果问你何时何地 你将怎么提问 问你何时何地 我们将要开会 我们在何时何地开会 那你就会先说where 还是先说where 这里面你是说where and where 还是说where and where 先说地点还是先说时间 先说时间 所以记好了啊 我们写出来句子的时候 是先写地点再写时间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问在何时何地的时候 一定要记好了 它是一个固定概念 是个固定搭配 叫做 叫做什么 when and where when and where 你就把这个短语记下来 when and where 所以以后我问你 and you会说的是 we a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我们将会有一次会议 然后你马上就会说 when and where when and where 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就这么说就可以了 when and where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所说的 那剩下的几个句型 我们一共18句做了三句 剩下15句 大家回家可以出去做吗 谢谢大家